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大家回来看政治发言人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胡柏伦 上个礼拜就说比例代表制 今个礼拜就是逐集 所以如果你没看过上个礼拜的节目的话 你先看上个礼拜节目 你明白更多什么是比例代表制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实际上应用的例子 例如我们怎样去配票 我们经常听到配票 怎样去组合名单 会看一些过往的惯例 究竟是输还是赢 怎样可以配得最好 当然我不是选民 即使你如何配票厉害 实际上你可能一票你都拿不到的时候 你一样都是会无意值 但是我今天只是拿过往的例子给大家听 但是如果你说将来我要引用这些例子 是不行的 就不要回来找我 因为这个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只不过我们看过往的惯例 做一些分析 上个礼拜说配票 说到在1998年的新界西立法会地方选区的选区里面 梁耀忠和李耀卓仁分别拿到两席 如果他们合组名单 只可以拿到一席 通常我们都会叫这些做配票 就是说一个政党 一个政党 有这么多选民支持他 一百个选民 他想每一条名单 第一次排了两条名单出来被人选 有两条名单出来被人选 他想增加当选的机会率 他就要配票 适当地把票数分配给两位 否则一个偏多一个偏少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配票有几种 第一 有没有画错 应该没有 女人 男人 对不对 女人男人 应该没错 女人男人 very good 如果不是呢 四十岁以上 四十岁以下 对不对 过往是有政党是用四十五岁的 那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四十五岁以上 还是四十五岁以下 或者 有一个政党在2004年的选举已经用过这个例子 不是 2008年的选举已经用过了 那就是分地方 那就是分地方 屯门元朗一个地方 泉湖 全湾 葵青 很难写 原来我发现白板是 来到一个地方 以地方 以地方 来分 还有些这样的配票方法 刚才那一个都有人用过的 还有一个都有人用过的配票 一至六月出生 和七至十二月出生 难不难 其实 你应该很容易看到 你是什么地方 鼓励选民用这些模式去投票 令到当选机会增加 这个就是配票 那我们在这个配票名单里面 我们要数一个经典例子 那什么是经典例子 那我们先看看2004年立法会选举 地方直选的一些例子 OK 地方直选 那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 就有以下这些名单 包括有 刚才说去傻傻的民建联 不是我说的 有人说的 有范太 范太是谁犯的 好像是这个犯 希望没错 错了麻烦指证我 范太 不是范太比范 包括 银牛 大只牛 大只牛 现在是写文年的大只牛 民主党 有啦 还有 何秀兰 加余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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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写错呢 余若薇是这个 这个是余字 对了 没错 看下每个名单 我先说 总投票人数 总投票人数 有三十五万 有三十五万九千 除六值 大约 大约六万值 六万值 六万票有一值 先看下文建联 七万四千多票 范太 六万五千多票 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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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五千票 而已 原来 骂牛 票数比较少 我们决定不讲骂牛 其实我刚才所提到的例子 还有其他参选名单 不过 议席的票数实在太少了 我们都可以暂且不提 继续 民主党 民主党厉害了 十三万票 十三万一千票 十三万一千票 何秀兰加余若薇 七万三千票 好 先将它转化为图形 给大家看一下 先画最多 民主党十三万票 民建联 七万票 三万一千票 凡 范太 六万票 六万多票 何秀兰加余若薇 七万三千多票 好 当选的票数就是六万票 我们在六万票斩一刀 好 再来十二万斩多刀 民主党已经先拔头筹拿了两籍走 好 民建联 范太 和何秀兰 都分别拿多了一籍走 对 对 那我们看一下 鱼票 看鱼票 好 那我将大家的鱼票化整为零 更加清晰地给大家看一下鱼票 先 好 那鱼票来说 民建联 民建联有万五的余票 一五 范太有六千张余票 六千 民主党有万三张余票 六千为何这么多 范太对不起 你都很少票 对 对 有 民主党有万三张余票 何秀兰加余若薇 有万四张余票 真的找不赤量 很近的很紧要 不要紧要看数字 万五万四万三 好 刚才呢 就已经分配了五个二席走 那余客下来呢 就只有一个议席 范太就KO了 被人 不能留下了 他就算后面有人排他后面 都一定不会拿到议席的了 DAB DP 和何秀兰加余若薇 结果呢 就是 民建联的蔡素玉 蔡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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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素玉就憑着万几票的 记住 六万票才当选 只是一个议席 他憑着万几票呢 就拿到一个议席了 那 记不记得刚才 那说一点点历史给大家听 2004年呢 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呢 民主党和何秀兰用了一个叫一加一等于四的政策 就说给选民听呢 这样去投票 意思就是 一票就投给民主党 另外一票呢 就投给何秀兰 加余若薇 当时余若薇排第一 何秀兰排第二 但是呢 去到临近选举呢 因为李柱铭和杨森的支持度就偏低 告急了 大大只字先 告急 看到了 告急 我们香港人很喜欢告急的 香港的选举很喜欢告急 就是说呢 情况危 很危 叫选民多多支持他 所以呢 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 民主党拿了13万票 令到他的余雅呢 差点可以令到排第三的黎智强呢 现在已经入了高民党了 黎智强 就差点可以当选 有分析 有分析就认为 如果当年李柱铭和杨森不是告急得那么紧要的时候 可能余票少些 何秀兰和余若薇余票多一些 就会当选 何秀兰和余若薇 四个民主派 又或者李柱铭告急得更加重要 哇 好厉害 何秀兰和余若薇少些票 这样呢 民主党的第三席呢 都会当选呢 又是保持分四席 那呢 现在这个告急呢 就做到刚刚两头呢 就不倒案了 那港岛区的议席分配就是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地方的议席分配了 新界东 04年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来的 基本上呢 所有选区呢 都是因为比例代表制这个缘故呢 出现了很多很好看的 很多很好看的情况 新界东 啊 当年新界东呢 更厉害 新界东呢 的投票人数呢 四十三万 一千 几啦 那有七席 那也就是说呢 每六万一千票呢 就落到一席了 好 先看一下那些多人 先看一下那些 先看一下那些多票数的人 长毛 毛哥 毛 不是毛孟静啊 这个长毛啊 长毛 长毛呢 就拿了六万票 六万多票 六万多票 跟着呢 当年呢 就有自由党 我懂得 自由党的logo 我告诉大家 是这样 加这样 再加一点 这个是新logo 不过 拿到六万八千票 还有DAB DAB呢 DAB呢 就拿了九万五千票 还有鑽石名单 七一年线 不是七一年战啊 不是搞台独那些 七一年线 哇这个鑽石名单 里面又有 郑家库 又有 分佳卿 又有 湯家驊 王承志 柯耀林 蔡耀昌 何淑平 七个人 七个政党 不是 四个政党 当时四十五条关注组 前线 民主党 等等 全看七一年线 七一年线 我记得票先 七一年线拿到十六万票 哇 厉害啊 十六万票 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十六万票 最多啦 九万五 六万八 和六万 当选门栏六万一 哎呀 没个刚刚挨不到 差一点 OK 看到吗 再斩多刀先 再斩多刀 再斩多刀 六万一 再斩多刀就在这里了 又是刚刚挨不到 又说些历史 当年组成七一年线 坐四望五的 就说 我们看一下又发生什么问题 先 毛哥 那便七夕 一夕 两夕 一夕两夕 两夕 一二三 分了三夕给人 对啊 那跟着呢 那 那 那是否留了个人呢 为何会少一夕呢 一夕 两夕 三夕 四夕 啊 没错 看余额 很明显七一年线拿多一夕 呃 民建联拿多一夕 毛哥 多一夕 七夕 刚刚好 但是呢 记不记得七一年线说自己坐四望五 坐四望五 为什么呢 他的选票比例真的人家的三倍有多 有些 坐四望五正常都不出奇 但是呢 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配票了 因为配票呢 这件事呢 2002年呢 民主党就已经玩 2000年呢 民主党就已经玩过了 那当时呢 大埔和西贡呢 就属于黄城之 黄 大埔和沙田呢 就属于郑家富的拉票区 一人两个区呢 所以就两个双双当选 票值差不多了 那 今次呢 就有一些 还以为配票的选民呢 就没有给了票七一年线 那我们呢 有些家庭就以为 一票就给七一年线 一票就给长毛 那为什么呢 所以长毛拿了这么多票 七一年线拿了这么少票 那当然啦 这个选举结果可能真的 那些人喜欢七一年线 那但是呢 但是呢 但是呢 长毛和七一年线呢 那票值呢 加上呢 实际上是可以拿到 四值的 四值 这个四值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好像2008年的选举 2008年的选举呢 又是差不多啦 没有了七一年线了 整个七一年线散了 那变了些什么呢 变了 没有 民建联罗多少少 自由党就没有那么多 自由党得分那么多 长毛也是得分少一点 那 还有公民党 跟着还有前线啦 那这里是民主党的 郑家富 那里有民主党的黄成智 还有公民党的 公民党的 公民党的湯家驊 再加 好像越画越了 再加上这个前线的 新街兴 前线的 新街兴 哇 耳直呢 其实就是七一年线 拆开了 就是四条队 当选门栏仍然在这里 画得不漂亮 我们看一下 我今次拿到多少值了 一样都是四万 四十三万人投票 有七值 二值分配又是大概六万一 票数不说了 其实看都是一样的 跟这个图一样 我明显民建联有一直 之后看一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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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1 2 3 4 5 6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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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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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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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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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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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見到白頭佬李卓仁兩個當時還是前線合組名單一席分冊名單兩席李永達和俊仁合組名單一席分冊名單兩席 這個就是我們會見到比較上是分冊名單和合組名單有些什麼令到候選人可以更加有利 我們會講一下為什麼呢 其實實際上比例代表制是給一些大比例的國家 即以值多的國家 例如民主黨和共和黨 民主黨 即是美國 共和黨 民主黨拿到40%支持 共和黨拿到38%支持 其他政黨拿到 沒那麼大分 22%支持 這樣的時候 民主黨假如有一百席就拿到40席 共和黨有38席 其他政黨拿到22席 這個是符合了比例代表制原先的精神 也就是說 是真是根據比例而分配議席 但是剛才和上一集講過的例子 就造成了一些 因為每個人都是利用餘額得票來當選的時候 就變成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是因為 每一個人都是因為 拿比較少的票數而當選的 最後再講一個例子 話說新界東 不是九龍東 又去分九龍西 九龍西 當年有四席 有四個民主派 再加一個建制派A 他們的議席分配分別就是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還有這樣 還有這樣 當然 個個都分配得 不是 民建聯沒有那麼多的 個個都是分配得不好的情況之下 令到民建聯有機會當選了 但是如果當年是分配得好的時候 民建聯是真的有機會當選不到的 又或者不分拆名單 我們又看看 如果只有三條名單 其中兩條也是這樣 第三條就是這樣 再加第四條這樣 又可以發現到 這條名單又可以拿多一席 但是當時 就因為沒有配票 就令到選舉結果 被民建聯贏分一席 當然這些結果 是可遇不可求的 也不是一定可以用來參考的 但是 這個就是造就了比例代表制 在香港和其他國家一些不同的分別的時候 香港的比例代表制 為什麼會說他 就算他是比例代表制 都不一定是符合這個比例 去代表選民的意思 今天和上個星期這兩集 分享關於比例代表制 就完結了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關於比例代表制的問題 其實大家上網都可以找到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